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在这个繁忙的时代,很多人都被工作,生活压力 搞得筋疲力尽,加上社交平台的信息爆炸 日常生活中种种的小事,让许多人躺在船上难以入眠 你是否也有那种关上灯的瞬间,脑子里反复开始开吧 那个项目这个ID,家长会要开 还有拿笔未付的账单,然后你开始数羊 试图一些美好的事情来入睡,但往往都是徒劳 很是折磨人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这道汤我们在睡前一个小时喝下 就能够成为你的夜晚救星 都是一些家常的纯天然食物 而且特别容易早 最特殊的一个功能就是安神助眠 首先准备20克左右的白扁豆 白扁豆又称为霉豆 白霉豆 是一种常见的豆类,具有多种作用 白扁豆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它其中的蛋白质比较高,富含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如输氨酸、氮酸等 白扁豆还含有植物质激素 对于女性是有很好的保健功效的 白扁豆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是有助于肠道蠕动的 很多时候失眠都有可能会因为肠道垃圾比较多 没有及时排便 都会影响睡眠质量 而吃白扁豆能够改善肠道环境 缓解便秘、消化的问题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因为白扁豆中含有的营养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减少疾病发生 人的湿气重、心情烦躁、上火也会导致失眠 而白扁豆具有非常好的去湿、降火、溺水的作用 可以有效的治疗水肿、脚气病等作用 能够达到去湿、溺水、降火的效果 白扁豆还具有非常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 能够改善脾胃功能 缓解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症状 特别是女性朋友经常吃一些白扁豆 还能够达到美白肌肤的效果 能够有效的延缓衰老哟 接下来准备15克的干百合 百合是一种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它既是美味的蔬菜 也是一种中药材 味道甘甜可口、粉粉糯糯 营养丰富、备受人们的喜爱 百合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和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等物质 这些营养成分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多的益处 百合含有一种叫做百合树的多潭体 它具有非常好的镇静作用 特别是失眠、多梦、心情烦躁、抑郁的朋友 可以经常吃 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对于失眠的人群 效果是非常好的 经常吃 有很好的灵心、安神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缓解失眠的症状 每天睡前吃一小碗 用来煮粥、煲汤、泡水 或者是凉拌着吃 都有非常好的缓解失眠症状 女性朋友常吃 还能达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它里面富含粘液质和维生素 矿物质等成分 能够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起到美容的效果 百合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 都是人体需要的营养 常吃能够补充营养 增强身体免疫力 有效地抵抗病毒的侵袭 再来准备适科的桂圆 桂圆在日常生活中 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它不仅口感清甜 还有药用价值 常听老人说 吃桂圆对身体好 桂圆中富含维生素C 是一种常效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制有机损害 它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B1 维生素B2等 桂圆含丰富的矿物质 包括钾、磷、铁、铁和鑫等 这些矿物质对身体 日常生理功能 和骨骼的健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这种桂圆肝的话 我们每天持上三五颗 对身体是能起到很大的补益效果的 桂圆中富含的维生素C等矿物质 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活力 增强抵抗力 促进消化 帮助肠道蠕动 改善便秘的情况 还能够缓解焦虑和失眠的症状 有传统的中医认为 桂圆具有很好的镇静和安神的效果 能够帮助缓解焦虑情绪 促进睡眠 每天大约吃三五颗左右 不要过量食用哦 用来泡水 煮汤煮粥都可以 还能够有效的保护 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因为桂圆中的甲元素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 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作用 脂阴补肾 在中医的理论中 桂圆被认为具有脂阴补肾的作用 有助于改善肾虚的症状 如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等 桂圆中还含有 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过程 同时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将这些食材倒入碗中加入清水 再加入两颗红枣一起清洗 红枣是中国的滋不加品 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 它不仅口感甘甜 而且营养很丰富 具有很好的补血 阳血的作用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高 血液中的氧气含量 最重要的是还能够起到安神和助眠的作用 红枣中含有一种叫做环童类的物质 能够抑制中区神经兴奋 具有很好的安神和助眠的作用 对于失眠焦虑神经衰弱的人群 如果每天吃上三五颗的红枣 就能达到很好的正经安神的效果 清洗干净后 用剪刀把红枣的果肉剪成小块 红枣和去除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慢慢煮2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时候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时间到后 所有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 加入适量的红糖 搅拌搅拌 等红糖融化 就可以转入碗中开喝了 这道汤建议大家在睡前一个小时喝 香香甜甜挺好喝的 如果您也有失眠的困扰 或者是心烦气躁 新火旺 干火旺的人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连喝三天 你就可以安然的入睡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